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放宽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取消检疫令、疫苗通行证、入境强制核酸检测以及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限距令和1.5米餐桌距离等 而口罩令将会继续维持 有关措施将于明天29号生效 而被问及通关进度 李家超表示目标是希望1月15号之前落实通关的有关议程 做这些决定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一是整体的社会已经达至相当高的疫苗接种率 加上早前曾经确诊的人数已经是超过250万人 社会已经建立较为广泛和整体的防疫屏障 第二 我们香港是有足够和有效的抗疫药物 第三 我们的医护人员 在这三年的抗疫期间 已经累积了对疫情应对的丰富经验 第四 医院管理局 已经强化紧急应变系统 以及他们的医疗系统 资源运用 应对能力和负荷力 都加强了很多 李家超强调当前通关要符合三大原则 分别是逐步 有序 全面 李家超表示理解社会关心通关进度 他指两地过去三年未能通关 初通关时需求一定很大 当局要确保关口运作顺畅 所以要逐步通关 李家超认为 市民在过去三年的抗疫经验 对于新冠病毒有深入的认识 以及更好的自我防御能力 未来当局防疫政策会聚焦防重症 防死亡 以及保护一老一幼等高风险群组 相信优化措施可以再大力推进香港复偿 当局会密切留意疫情发展 包括审视对于确诊者发出隔离令的措施 以及研究优化安排